大家好,繼續回到下午的日文必達環節 身邊的嘉賓換了是研究部的經理陳偉忠先生 在旁邊,Jason你好 Junny你好 有事想問Jason,不妨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是204-6566 或者可以發電郵過來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Jason,不如我們回答電郵方面的情況 這位家庭觀眾叫Alan 想問兩隻股份 第一隻是1638,是佳兆業 想了解情況 現價方面1.752,升幅有3.6% 他說有貨,1.6就賣入了 上網空間在哪裡? 希望你給予指示位置,怎樣看? 這隻今日表現得不錯的內房股 因為如果單看股價表現 其實由今年年初,2.7、2.8這些位置 跌下跌下,都去到現在過6.7 其實累積跌幅方面都是幾多下 但基本面是否特別差 跟其他內房股比較起來 是不是真的這麼頑皮 看回最近出來的數據 包括5月份合約銷售 和6月份方面的銷售額 其實那個按年的增長 都有分別是7成多和5成多 整體的表現真的不算特別差 當然你說最近大部分的內房股 都要跌的原因 都是因為大家開始擔心 就說內地的銀根都是慢慢吹向緊張 當地方融資平台 或者當那些房產商 在影子銀行方面的融資 接下來越來越難的時候 就會變相可能 對於這一類的內房股來講 那個融資成本 或者接下來要借貸方面 那個成本方面都是會提高的 所以都令到近期一些 高負債方面的內房股 都跌得是比較急的 但是由於那個流動性緊張 問題在這兩三天都叫做是舒緩了 而且都見到中央方面 都肯就注入一些流動性給一些銀行 所以都見到今天一眾那些 即是高負債的行業 包括水泥 又或者這些內房 都算是有個明顯的反彈的 所以你說你過六入了 暫時我覺得都可以先擺著 上網暫時第一個的阻力 先看一條二天線 大概是一個八毫半 至到過九左右 你說指示了 下面穿了之前的低位 大概一個五毫半這些位置的話 就可以先行走一走一些貨 好 我們稍後再回答Alan的Email方面 因為現在想聽聽電話 聽聽這位就是家庭觀眾李小姐 喂 是不是李小姐 是的 李小姐 你好 非常不好意思 因為我看到這幾個星期初的時候 他都說曾經升到上去二十元 但是很快就跌下來 還有那兩天 在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時候 那個跌幅方面都是比較顯著一些 你說為什麼有這個情況發生呢 就是因為始終現在都見到內地方面 是嚴格控制那個影子銀行的膨脹 而很多一些地方的基建項目 那個融資的渠道 都是來自這些影子銀行的借貸 所以一旦你說這一方面的借貸 那個額後是有機會要減低的話 代表著一些基建項目上馬的速度 都可能會是因此而放緩的 所以都見到那些基建相關的股份 近來的表現都是比較弱勢 你說這隻股份 我見到這兩天的大市升了那麼多 但是它的股價都只是有一個很輕微的反彈的話 都代表了在現時這些價位 似乎那些基金都不是說真的那麼想去到大手數貨住的 還有都要留意了 因為始終它現在上去接近條十天線 如果都是穿不到的話 反映就說大概在十八.4 二十八.5這些位置的阻力都是比較大一點 那這些位置出不了 如果你說接下來的市都還是會反覆的話 這類的股份都有機會要再試回之前的低位 所以你說這些價位 我建議都不要說真的太大手去到買住 不妨都等多一會 看看股價接下來有沒有機會落到十七元左右這些位置 那到時才考慮 OK 有沒有其他補充嗎?李小姐 我想問960 今早就賣了 今早就走了 那今早就問960那些老婆 那些人不要走 OK 好 我電話聽得不太清楚 960 OK 960就看這兩天來說就有個反彈 但是就算反彈也好 你看到它在這星期初連續兩天一個大陰燭跌下來 其實都是跌了相當之多 所以你說這兩天的反彈 都還未能夠完全遮蓋到那兩天的跌幅 那同樣道理 你看到這隻股份現在彈到上去十一個半了 一樣在十天市這些位置是頂住的 除非你說接下來能夠可以連這些位置都升穿買 否則整個下跌浪還是有機會會延續 所以你說這些價位買 我覺得直播率都不是太高 好 麻煩你先了 多謝李小姐你的電話 下一位家庭觀眾鄭先生 嗨 你好 你好 鄭先生 1月1月1日5號買的 不好意思 聽不清楚哪一股份 1月1日5號買的 現在怎麼辦 1月1日5號買的 現在怎麼辦呢 1月1日5號買的 現在怎麼辦呢 1月1日5號買的 現在怎麼辦呢 1月1日5號買的 1月1日5號入貨了 怎算好的 OK 也看到這股份不利消息一羅羅 首先發了刑警 公司又說到拖欠工人的薪金 更加有些傳言說到供應商去到他們的基地拿回器械 沒辦法了 做傳染這方面的行業來講 需求真是一般 又說到中央的放貸很緊 不肯借錢給他們 怎樣看呢 家人觀眾過半都有貨 今天跌得很急 亦都創了52週的低位 去到八喉八折 現價方面跌超過一乘六 這隻股份 基本上我都絕對不建議大家去買的 當然一來你剛剛都說到 現在整個造船業的前景 仍然是比較淡一點 無論在訂單量方面 又或者在造船價方面 都有一個明顯的下跌 最大問題是你也提及過的 因為始終在流動性那麼緊張的環境下 對於這些那麼高負債的公司來講 都是有一個很大的困難在 有很多的客戶方面都還在拖你數的時候 你自然在流動性方面都會比較緊張 當有些銀行的債務到期 或者有些人工要出的時候 你出不了或者還不到債 亦都會令到負面消息進一步發酵 最大的問題就是本身這家公司在今年年初 他們的管理層都曾經在說 做船業應該有機會在今年下半年就會復甦 但是你說去到今天 見到他們的管理層出來說的一番說話 又似乎完全是轉了口風 又覺得做船業在今年之內 都沒有辦法可以有這麼明顯的復甦 既然你說管理層都出現一個 前言不對後語的話 我相信大家對他的管治信心 都還可能會有個戒心在這裏 所以你說本身高位買了 暫時我覺得都真的不要太有一個憧憬 就算你說接下來的股價反彈也好 彈上去一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都應該要將部分的貨 來走一走先 鄭先生有沒有其他事補充 當然你說短期內跌了那麼多 會不會接下來再跌多一陣呢 很難說的 始終你說這些基本面弱的股份 下跌的速度可以很快 所以你說手持真的很大量的貨 現階段走我也不會反對 但如果你說本身貨不算太多 就可以等他接下來反彈了 去回到大概九毫半至一元的時候 才走一些 可能都要看回你的持貨能力 鄭先生 多謝你電話的查詢 我們要聽下位家庭觀眾了 聽聽電話 這位家庭觀眾就是朱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問1260浩天 我就8毫8買了 我想問前景和前景是怎樣 應該怎樣做 好 浩天這隻就是股份1260 暫時來說跟這位家庭觀眾 朱先生馬上價很相似 暫時來說去到8毫8指 剛剛買了當然想去升 前景方面想聽一下 怎樣分析呢 這隻股份上年年中的時候就上市 但你看到上市之後的表現 除了在今年年初有個做好之外 其餘時間都是一般的 而且始終你說這一類 做新股為主的公關公司 都是很受到市況波動 而影響業績 你看到今年香港上市的新股 價格的數目都不算太多 就算你說下半年可能有阿里巴巴 有江大銀行會上市都好 但是是不是都會找浩天來做一個 承包等等的業務呢 這一方面都有個不明朗的因素在 但你看單看今年以來IPO的環境 我自己覺得對未來的業績方面 都會有個比較大的影響 所以你說這個價位去買 我就不是這麼建議了 如果你說之前拿了貨的話 我也建議不要提高 未來有機會上去 可能九毫半至一元左右 都應該先行獲利離場 好 多謝先這位家庭觀眾 我們還有一位電話先聽 優小姐 是的 主持好 你好 我想請問你心力股票是否有貨 想你看萬物得過和甚麼位買 第一隻是35 第二隻是3888 第三隻是175 你為買得了 麻煩你 讓我先收錢 好 謝謝優小姐 不如先回答今生軟件編號3888 因為Email方面 Ellen也想問這個股份 他都沒有貨 一起回答 如何看今生軟件 今生軟件在今年以來的表現都相當好 近兩三天 似乎有回軟 都要留意 始終這類軟件股 單計前景不差 但過去累積升了那麼多 去到這些高位 似乎有調整壓力 所以要買 不妨下50天線 去到大概11元B這些位置 才考慮買回 還有兩隻股份 可能都要回答快一點 昆倫能源 12.2 暫時跌超過1% 另外吉利方面 今天可以升 升1% 昆倫來說 其實基本面方面 有少少轉弱了 因為始終之前 說在內地方面 加上非居民的 燃氣價格 都變相會令昆倫的經營成本 提升 甚至乎到最後 是否能夠把成本 完全轉嫁得到 那個可能性 都真的不是那麼高 所以出了這個消息之後 都看到有些大行 將目標價 都調低了很多 所以你說去到這些價位 暫時 我覺得都未說 那麼快轉訂 要買的話 都等它落到12元以下 才找位買 OK 是否還有一隻 吉利 吉利 先分析一下 Jason 見到175方面 亦都是屬於近期 比較弱勢的股份 之前都看到一些消息 說內地一些車廠 為了欺騙3000元的 節能補貼 都在生產一些汽車的時候 特意將成能方面 較弱一點 但是這個消息 都令到很多人對於內地品牌的車 開始都有個信心的動搖 這隻都不例外 你看到吉利在過去的兩三天 都由3.4這些位置 就跌到下去3元 就算你說見到這兩天的大肆反彈 但是股價仍是未見到一個很明顯的起色 如果你說見到它接下來的股價 真的跌穿了3元的話 再下一個的支持 就可能要下去 大概兩個 罷了 所以你說要買的 都不妨是可以再觀望一下 等它接下來看看有沒有機會落到兩個 罷了 到時才考慮買 好 多謝了 Jason 辛苦你了 OK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 不如早回申報吧 說的股份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好 謝謝Jason 以及多謝各位家庭觀眾的電話支持 以及email方面的查詢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 等一等 3點鐘再和大家跟回市方面的情況 稍後再談 經過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